無論如何烏克蘭插手非洲明顯是要增加它在國際舞台的影響力 拉攏全球南方的支持 而非洲在全球南方是重要的地區成員 又在聯合國投票機制舉足輕重 俄羅斯於2022年攻打烏克蘭時 聯合國大會投票譴責俄羅斯 非洲多國便表現得並不熱衷於加入譴責的行列 問好和訂閱卓劍明家 最重要是按這個鈴鐺 那你就不會錯過我們的最新影片 最近大家都關注烏克蘭 越境攻入俄羅斯的事態發展 無論這樣是名字或者愚蠢之舉 都已經被膠著的俄烏戰爭帶來新話題 另一新話題是烏克蘭竟然將戰線拉到非洲大陸去 正當澤連斯基在過去兩年窮於應付俄羅斯的入侵 作戰人員和武器都遇見不足的情況下 為何仍然要抽調人力、物力 介入另一個大陸某些非洲國家的內戰呢? 早前烏克蘭因涉嫌暗助馬里半軍而遭到馬里政府 立即與之撤斷外交 馬里盟友尼日也與烏克蘭斷交 指控烏國支持當地恐怖組織 令國際媒體大感意外 由於烏克蘭原本與非洲關係很疏遠 建國三十多年來 從來都沒有一個總統及外交人員 官式到訪過這個大陸 而在該地區所設的大使館也遼遼可數 因此幾乎秘密地攝足非洲國家錯綜複雜的政治 引起各方的揣測 大家第一時間自然會聯想到 這是俄烏戰爭外疫的境外戰事 由烏克蘭主動打開 目的是要削弱俄羅斯在非洲的影響力 這是一個長期作戰目標 但收復俄羅斯在烏東佔領土地 這個短期目標仍未達到之前 卻插手複雜的非洲大陸 雖然說是暗向瑪利伴軍提供情報 令政府軍在瑪利東部截兵選將 當中包括俄國的瓦格納、烏雲兵 但烏克蘭從中實際有何得益 似乎是失多於得 看來扎蓮斯基的邏輯是 敵人的朋友就是敵人 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 他用上這個邏輯來看待瑪利 這個俄羅斯盟友 以為輔助瑪利叛軍可以打擊俄羅斯 由於瑪利叛軍和恐怖組織 阿爾蓋達有著密切關係 這樣令烏國失去西非兩國邦交之餘 更加要背上支持恐怖組織 和蔑視瑪利主權的惡名 並加深該地區的不穩定因素和安全問題 在瑪利之前 基赴政府早已在今年2月攝足蘇丹內戰 支持蘇丹政府對抗雅加勒民兵 引起了非洲區內組織 極度關注烏克蘭作出國際法外的介入 而今次的瑪利事件 西非國家經濟共同體迅速發出聲明 譴責烏克蘭為西非和平之路橫加障礙 更重要的是非洲地區的老百姓 如何看待烏克蘭企圖成為非洲的新玩家 無論如何烏克蘭插手非洲明顯是要增加它在國際舞台的影響力 拉攏全球南方的支持 而非洲在全球南方是重要的地區成員 又在聯合國投票機制舉足輕重 俄羅斯於2022年攻打烏克蘭時 聯合國大會投票譴責俄羅斯 非洲多國便表現得 並不熱衝於加入譴責的行列 事實上至西方靜民者在非洲的影響力逐漸退適 俄羅斯和中國大有取而代之之勢 前者在軍事上而後者在經濟上 令西方不是美 普京經常強調 俄國民族不止西方 從來都沒有對非洲進行過靜民 現代俄國對非洲的軍事援助 只在反恐 推動地區和平 這是普京在非洲的主要宣傳攻勢 扎蓮斯基又以俄國的帝國主義 如何欺負烏克蘭 引起曾經受西方帝國主義傷害的非洲人民的共鳴 而獲取這個地區的支持 但是就反之令非洲一起冷戰的噩夢 有好些非洲國家明示或者暗示 他們視烏克蘭為西方代理人 在冷戰期間 西方利用代理人導致某些非洲國家爆發殘酷的內戰 例如上百萬老百姓犧牲的安哥拉 二十年內戰 就是非洲人民沉重的教訓 因此 烏克蘭欲在非洲削弱俄羅斯勢力 將俄烏戰士外抑到非洲 令非洲的地緣政治變得更為錯綜複雜 非洲區內組織對此無不步步為營 另一方面烏克蘭未受馬里事件所挫敗 洪生勃勃準備在非洲開拓外交 除了在非洲地區多設大使館之外 又派官員頻繁出訪非洲 究竟非洲將如何受到俄烏 以及北約和俄國的地緣博弈所影響呢 這實在是構成非洲地區的戰爭與和平前景